第791章 金甲战神 虽然是精英难度的副本 但是首杀就是首杀 并不会因为精英而降低首杀的奖励 所以陆离海是比较期待最后奖励的 谢甲 看到这个名字 陆离就松了口气 谢甲 顺发 终结计 让目标从盔甲中暴露出来 根据连击点数降低目标护甲值 持续10秒 冷却时间120秒 1.5%护甲 2.10%护甲 3.15%护甲 4.20%护甲 5.25%护甲 陆离毫不犹豫地学了这本技能书 然后花了4个技能点 把技能一口气升到了5级 升级了之后的谢甲技能 再次提升了一部分破甲效果 这4个技能点的收益让人振奋 陆离上辈子就听说过这个技能 所以才毫不犹豫地把它升到了5级 谢甲 顺发 终结计 让目标从盔甲中暴露出来 根据连击点数降低目标护甲值 持续10秒 冷却时间120秒 1.10%护甲 2.20%护甲 3.30%护甲 4.40%护甲 5.50%护甲 一开始没升级的技能 基础破甲只有5% 每多一个连击点就加5% 而升级之后的谢甲则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不仅仅是基础破甲翻了一倍 梯度递增也提高到了10% 如果是五星终结 一下子就能降低目标一半的护甲 虽然只有短短的10秒 如果是个不假职业 陆离10秒钟足以将对方击杀 当然 前提是对手没有应对的手段 而事实上谁都不是傻瓜 曙光也不是那种围绕一两个人运行的游戏 你能破甲对手就可以减伤 甚至还有类似于无敌的技能 但是总体来说 这个谢甲技能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精品 去比赛之前 陆离还去把神妙的任务交了一下 最后获得的伊兰尼库斯的龙血精华 大家都给了小八将 这个副本大家收获都很不错 而副本卷轴来自于小八将 所以其他人也不好意思收他的金币 据说 吸收了这些龙血精华后 小八将的那条精灵龙就能驮着他飞上天 不管小八将怎么想 反正陆离是不会信的 飞行座骑真正出现 至少还要再等一年 有少变多 而且限定在少数几个区域之内 陆离上辈子是德鲁伊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上天飞 至于飞行座骑 他是没有的 哪怕是最基础的那种也没有 赶到赛场的时候 今天的比赛已经即将开始了 你要是还没来 我就先上场了 月光看到陆离之后松了一口气 这一场轮到我 你可千万不要抢 对了 这次请的嘉宾是谁 陆离随口问道 像裁决之剑和黎明之意这种水准的对决 那当然是各种高配 解说要最好的 比赛嘉宾也一定会请 而且必然是明星赛首级别的高端玩家 你一定猜不到 是谁 向来都是沉默寡言的月光 难得卖了的关子 陆离看他 深情古怪 有种莫名其妙的预感 该不会是水精灵吧 难道真的是他 好吧 我觉得这纯粹是一个巧合 我没说不是巧合 月光冷笑 而此时解说席上的水精灵 也在回应解说提出的类似问题 我想 这确实是一个巧合 不过能够参与观看裁决之剑 和黎明之意的对决 我很荣幸 那么从感情方面来说 你会偏向鱼鹿里吗 本期解说纯白季节问道 姐姐 你再这样说 我就生气了 水精灵无语 他们原本就认识 私下里关系就不错 此时水精灵的称怒休脑 别有一番风情 已经入场的观众 尤其是男观众 立刻疯狂刷礼物 这一场比赛男观众比较多 他们一听说是水精灵 当解说嘉宾 立刻第一时间买票 可以说 这一场的门票 是本届比赛卖的最快的一次 不管比赛打成什么样 对游戏宅男们来说 单是看着水精灵 听他说几句话 这十个银币 就算大赚特赚了 比抢了一个boss 还要让人满足 好吧 那么你觉得 他们都会是哪些人先出场呢 纯白季节决定暂时放过他 不管是谁出场 我相信都是一场 精彩绝伦的比赛 这才是正常嘉宾的套路 不管是水精灵也好 其他人也罢 都不会把话说得太满 万一猜错了 会很没面子的 也只有陆离做嘉宾 和别人不一样 裁决之剑 这边当然是陆离先上场 他对自己有自信 至于黎明之意 陆离估计应该是十一手 再不然就是他们的 猎人赛手痕迹 等到陆离上了赛台 便看到对面 站着一个浑身精甲的战士 果然是黎明之意的十一手 只是这打扮 也太骚包了一些 简直就是 COS精甲战神 曙光里没有连身亏的概念 根据装备的部位 分成了头盔 护肩 胸甲 腰带 裤子 靴子 要想达到这样 一身金黄的效果 必须找颜色一样的装备 进行搭配才行 不过那样毫无意义 穿得再怎么拉风 如果属性不好的话 也难逃一死 陆离相信 十一少不是如此肤浅的人 那么 在宣布比赛开始的那一刻 陆离的身影一闪 突然出现在十一少的身后 一个让人不敢直视的 伤害数字飘了起来 他的这个举动很突兀 完全颠覆了盗贼 先隐藏自己的原则 所以十一少也没有防备 但是这种伤害毫无意义 吊如风问出了大家心里憋着的问题 应该不会那么早就开减伤吧 盗贼不前行的话 伤害根本就不致命 为什么开减伤呢 纯白季节下意识地否决 但是语气并不坚决 因为他也无法解释 为什么十一少受到的伤害那么少 陆离一个影席 居然只打掉十一少二十三点血 不是一百三 也不是二百三 仅仅只是一个二十三点 就算是一个五十级的boss 他也不可能只打掉这点血 我想 水精灵神色严肃 十一少并没有做出任何应对 诺离的伤害之所以如此的低 那是因为十一少身上的装备 护价太高了 第七百九十二章 狂战士套装 诺离亭在十一少左侧十五码位置 身形如攻崩的 紧紧的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十一少那身金黄色的战甲 一个可怕的猜测 在他心中形成 阿扎达斯狂战士套装 阿扎达斯是奥达曼副本其中一个boss 据说在奥达曼深处有间密室 里面藏有泰坦最伟大的财宝之一 由诺甘农亲自缔造 然而 至今为止 还没有哪位冒险家 拿到过这件圣物 因为任何动静 都会激活强大的看守者 阿扎达斯 这是一位体型庞大的护卫 凭借有力的攻击与 名副其实的仆从大军 将对财宝 怀有不轨企图的萧小之徒 轻松消灭 由彩自奥达曼深处的远古坚实塑造而成 阿扎达斯 是位既古老又可怕的对手 这是陆里看过一本游记中对阿扎达斯的介绍 泰坦的财宝完全鬼扯 但是阿扎达斯掉落一套狂战士套装 却是真的 这一套 由头盔 护肩 胸甲 护腕 手套 腰带 裤子 靴子组成的八件套 是狂战士在五世纪左右的终极梦想 如果是白银级别的套件 那就是白色 如果是黄金级别的套件 那就是金色 如果是暗金级别的套件 那就是暗金色 十一扫这一身 阿扎达斯狂战士套装的暴率并不高 想要凑齐这样一套装备 最起码也要下三百次以上的噩梦难度 奥达曼 奥达曼可不是公共副本 谁都可以去 这个副本和阿塔哈卡神庙一样 是必须要使用副本卷轴才能进去的地方 而副本卷轴则只有三次机会 一旦团灭三次 副本就算失败了 据路里所知 最开始的时候 土灵们只是雕琢和守护着世界的深处 他们不关心居住在地面上的各个种族的事物 直到永恒之景的大爆炸 把艾泽拉斯世界撕裂的同时 也把这些土耗子掀出了地面 他们随大地的痛苦 而遭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并因此丢失了自我意识 将自己封闭在他们诞生的那些时事中 奥达曼 奥达姆和奥杜尔 是土灵最先建造的 以远古泰坦命名的城市 土灵在这些最古老的城市里 沉睡了将近八千年 虽然还不清楚 究竟是什么惊醒了他们 但终于有一天 奥达曼的土灵们从沉睡中醒来了 这些土灵发现自己的身体 在沉睡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原本像石头一样坚硬的皮肤 变得柔软光滑 他们控制大地和石头的能力 也变弱了很多 他们变成了更为普通的生物 他们把自己称作矮人 这就是矮人的来历 奥达曼就是这样一个副本 从历史地位来说 它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按理来说 不应该出现这么多副本卷轴才对 陆黎不得不推测 黎明之翼的人 找到了一个能够大量获取副本卷轴的方法 而且都是噩梦难度 或者困难程度的卷轴 陆黎上辈子这个时候 还没进游戏 而且关注的层面也没有这么高端 所以并不了解黎明之翼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只是知道第一届联赛 黎明之翼的排名上升了不少 最终在半决赛中被血色战棋淘汰 名列第四 怎么样 来吧 陆黎 让我们进行一场男人之间的对决 石一扫非常得意 他很满意陆黎现在 表情 就是那种面前放着一盘热响 无从下嘴的感觉 好吧 这种比喻有点自毁 总之 他现在已经即将是一个胜利者 阿扎达斯狂战士套装饰吧 陆黎很平静 啊 你怎么知道 石一扫被掖住了 不过 他很快就再次振作起来 就算你知道名字又怎么样 让我好好地疼爱你一番吧 狡击的话 请去找童言无击 陆黎缓缓后退两步 顿入阴影之中 干嘛还这么麻烦 乖乖地让我杀掉算了 你这样 纯粹是浪费时间 我就算站在这里不动让你 杀 你能杀得死我吗 十一少大有翻身浓奴 把歌唱的架势 嚣张地完全脱离主题 陆黎根本就不理会他 而是靠近他 却又保持距离 在等待机会 阿扎达斯狂战士套装是什么 水man你听说过吗 纯白季节问道 没有 但是顾名思义 那是狂战士套装 我想一定非常地强烈 水精灵面色平淡 实际上小手紧握 已经开始为陆黎担忧了 看外形就能判断出 十一少穿的是什么 深色调如风看气氛有些紧张 便把话题转移到其他地方 反正赛台上的两个人 都在小心翼翼地移动 一时半会也打不起来 这个我倒是知道一些 水精灵街道 他很喜欢研究游戏的历史和故事 没事就看相关的资料 原来是这样 看样子 陆离崛起得这么快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游戏里的书籍 据说请了数万写手 写了好几年才写出来 大家都知道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有用的东西 可偏偏没有人能耐着性子 一本本地看下去 深色调如风 倒是不介意捧陆离一样 但是你为什么对陆离了解得这么清楚呢 纯白季节痴痴地笑 没有放过调侃水精灵的机会 快看 他们开始交手了 水精灵转移话题 赛台上确实发生了交火 准确地说陆离 占了先手 开始狂殴十一少 二十二 二十五 十八 三十六 一一九 一套技能打下来 不过是两百的伤害 而十一少这个狂战士的总血量 早就超过了六千 这期间 也掺杂了控制与解控制 然后继续控制的老生常谈 陆离的控制技能 使用完之后 立刻一个逃跑技能 远离了十一少 也正好躲开了十一少的一个践踏 他不是垂死挣扎 一点都不是 阿扎达四狂战士套装 确实是战士的极品 四十级的装备 可以用到五十五 甚至六十级 但是他也不是一点缺陷都没有 第一 逃脱类的特效少 从刚才的战斗 就可以看出来 十一少大部分时间 都被陆离控制着 第二 移动速度慢 大部分的鞋子都加速 可阿扎达四狂战士套装 偏偏就不嫁 反而降低了20%的移动速度 不要觉得奇怪 如果你一个鞋子的护甲 抵得过别人一件凶甲 就算降低20%的移动速度 也不算什么吧 有了第一第二 当然就有第三 也正因为第三 陆离才有决心 要和十一少拼一把 看看谁才能笑到最后 第793章 僵持 阿扎达四狂战士套装 和其他狂战士类装备有相比 有个很明显的缺陷 不能回血 不仅仅是套装部件 不能回血 也限制了玩家 其他装备的回血特效 甚至连玩家自身的 基础回血功能 都被扼杀了 有这样的缺陷 并不意外 曙光 不可能搞出一套 太离谱的装备 哪怕这套装备 有多么难收集 任何一件顶级装备 都有或多或少的缺陷 比如陆离的至尊戒指 虽然看起来牛叉道 无边无际 其实试想一下 就算陆离学了 猎豹形态的德鲁伊技能 那又有什么用 难道会比他盗贼输出高吗 而难度超高的升级过程 更加可以看作是致命的缺陷 陆离重生之前 这个戒指的原主人 蔚蓝海峰 就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解决不了缺陷问题 极品装备 不仅不能推着玩家 走上人生巅峰 甚至会 毁了一个原本 很有可能走向巅峰的高手 阿扎达四狂战士 套装的不能回血 就成了陆离唯一的机会 接下来 陆离的表现完美地体现了 什么叫做盗贼的 奥义 他就像一个幽灵一般 每一次都神出鬼没的 出现在石一勺的背后 打出一套技能之后 也不纠缠 一触即走 石一勺一开始的并不在意 他觉得陆离 只是垂死挣扎 他现在将近七千的血 比大部分的狂战士都厚实 而陆离每一次和他交手 最多只能带走他两百的血量 这样坚持下去 只能算垂死挣扎 而陆离被他揪住的一次 立刻就被打掉了六七百的血量 然而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逝 他才觉察到 事情恐怕并不如 自己想象的那么简单 陆离这样似乎很难赢吧 纯白季节看了一会 找了个干巴巴的问题 赛台上的比赛 看起来鼓噪乏味 也就一群盗贼 才能看出先门道 其他人全都转头 去看解说席的水MM去了 解说席上同样很久没有发出声音 这么十几分钟下来 该说的早就说完 默着看比赛 其实赢不赢并不是最重要的 水精灵同样不觉得 在这种高防对手面前 陆离有赢的希望 他叹了口气之后解释道 我想 他在为后面上场的人赢得机会 他消耗十一少的血量越多 后面的人就一定越有可能赢 如果陆离能够听到水精灵的话 他一定会呵呵冷笑 赢不赢并不重要 错 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赢的希望 反而觉得 眼前这样的十一少 更有挑战性 别忘了他 可是曙光里少数单挑过BOSS的人 没有真正单挑过BOSS 永远不知道 花费几个小时 去重复做一件事是什么概念 难道十一少会比BOSS更强吗 或许最开始的几次 他确实被十一少抓到过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逐渐掌握了十一少的各种数据 尤其是移动速度 反应速度 常用的几个起手技能等等 这些数据 经过他的分析 逐渐成为十一少的致命伤 十一少的额头湿漉漉的 不是因为盔甲穿在身上热 大部分的装备 都有调节身体与外界温度平衡的作用 他身处赛场 比其他任何人都能觉察到自己的窘迫 现在的他 就像是水坑里的一尾鱼 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水 越来越少 跳起践踏 身后空空如也 十一少的心越来越沉 距离上次攻击到陆离 已经过去很久了 他发现自己空有一身极品装备 可是却没有任何可能 攻击到这个滑溜溜的盗贼 其实陆离的情况也绝不乐观 三分之一 这就是他努力十几分钟之后的成果 而陆离本人的血量 也差不多这个数 只是他现在已经很少被十一少抓到 所以两人之间已经缩短的差距 还会再次拉开 只是会变成陆离的血量 比十一少要多 问题在于 他有些累了 十几分钟 看起来不长 很多人玩十几个小时都不带累的 毕竟虚拟技术的游戏环境下 人处于浅眠状态 然而此时的陆离 却感受到了疲惫 十一少 绝对不是一个可以任由人 搓圆搓扁的废柴 别看他现在被陆离耍得团团转 一脸的气急败坏 其实陆离比谁都清楚 这家伙一定是在装 他就像是一个打瞌睡的狮子 随时随地在等候时机反扑 解说席上的解说和嘉宾 终于不在一边倒地唱衰陆离 而观众席上的玩家们也议论纷纷 这些马后炮们 一个个全都成了分析专家 全都在分析陆离这种战术的精髓 甚至还有人觉得 这种战术 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 很快决定开始进军职业圈 说不定有一天打的陆离肖默 找不到东南西北 只有少部分理智一些的人 才深深地佩服陆离的任性 这种任性和技术无关 也没有办法跟着视频学习 而是一种性格 不管是与生俱来 还是后天养成 都不是说有就有 反正我是做不到的 如果我遇见了十一手 估计连他一半的血都打不掉 水精灵在众目睽睽之下 很坦诚地表示自己不行 她是一个很爽力的女孩子 因为这种爽力 十一勺的血量已经降低到了20% 而陆离还有将近一半的血量 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奇迹 就在大家眼皮子底下发生 之前觉得陆离会输很惨的人 不得不正视自己的肤浅 陆离你大爷的 你狠 十一勺气喘吁吁地叫道 陆离类的眼貌惊心 她十一勺也没好到什么地方去 几乎付出了同等的精力 因为自始至终 她都没有放弃过 对陆离造成伤害 正如水精灵所说的那样 输赢先不论 这是擂台赛 不是一场决胜负的比拼 如果不能胜利 就尽可能为自己放下 一个出场的 创造更好局面吧 在后面的战斗 两个人都显露出了疲态 陆离甚至更严重一些 她的攻击不在那么的犀利 更多的时间 她游走在狂战士的攻击距离之外 有好几次比较明显的机会 她都没有抓住 第794章 拖延战术 趁她并要她命啊 十一勺加油 黎明之意地替补 一个ID叫做嗜血残阳的盗贼 挥动着手臂 激动得不成样子 幸好她们身处赛手鞋 相当于赛场的后台 观众看不见她 不然会一定会大开眼界 嗜血残阳在人前拽拽的 走的是月光那种冷南路线 唉 黎明之意的赛手兼教练孟回十三 和他们俱乐部的老牌赛手 痕迹对望眼 两人接面带愁容 教练你们咋了 我感觉咱们十一勺要翻盘了呀 嗜血残阳不解地问道 现场很多人都和她是一个想法 尤其是观众席那些黎明之意的粉丝 一个个就差没跳起来 给十一勺加油了 人性一贯如此 同情弱者 喜欢看到逆转的结果出现 陆黎的市场表现 让大家都看到了十一勺翻盘的希望 原本喊陆黎加油的声音越来越少 渐渐地被为十一勺鼓劲的声音覆盖 作为一个合格的赛手 看问题不要总看表面 问回十三提点了一下 嗜血残阳 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你瞧十一勺已经开始爆发了 嗜血残阳不以为然地说道 年轻人最不喜欢说教 他们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不仅仅是她 解说席上的两位解说 纯白季节和深色调如风 也看不明白 他们的技术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这是垂死挣扎 水精灵淡淡地泼了大家一头冷水 这是她第一次公然去反驳两位解说的观点 而且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 水精灵没有卖关子 她为所有不明所有的人解惑 这本来就是解说嘉宾的指责 陆黎确实很累 但是还不至于水平下降得如此之快 难道大家没有发现 她现在的血量已经70%了吗 听她这么一说 大家才发现这个蹊跷之处 陆黎的血量为什么突然暴涨这么多 记得刚才还是连50%都不到了 帕米拉的馈赠 暗金 乘三 命中加30% 伤害加15% 特效 帕米拉的甜水茶 使用 立刻恢复25%生命值 在此后的5秒内 每秒恢复2% 打断失效 不可对自身以外的其他目标使用 冷却时间30分钟 装备需求等级30 耐久 72 强化了三次的帕米拉的馈赠 给陆黎带来了35%的血量恢复收益 陆黎不是杀不死十一手 而是要拖时间恢复血量 所以我说 十一手 现在是垂死挣扎 配合着如此明显的证据 水精灵的论断 瞬间征服了所有的人 当然 这其中也凸显了陆黎的难缠 从一开始 只能造成几十点伤害 以至于所有的人 都认为她要输了 到现在 不仅快要击败十一手这个现阶段 没有任何人认为可以胜过的 金甲狂战士 她居然还打算着 慢慢恢复自己的血量 拖延战术 这个概念 以为陆黎 而在曙光的赛台上 被人熟知 此后也经常出现类似的 经典 一方 迟迟不杀死目标 慢慢地把状态 调整到最强 以至于游戏协会联合游戏公司 不得不修改比赛规则 那就是对比赛现实 规定 不能超过多长时间 超过时间 强制结束比赛 然后根据双方战损血量 以及是否存在 消极比赛等科考因素 综合判决胜负 当然 这是后话 此时的陆黎 就把拖延战术 运用到了极致 从比赛开始到 十一勺倒下的那一刻 这场比赛 一共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 堪称 擂台赛中用时 最长的比赛 最后站在赛台上 接受观众欢呼 和嘲讽的陆黎 不仅血量恢复到了满值 大部分使用过的技能 也都冷却完毕 原本疲惫的精神 也略有改观 欢呼就不说了 嘲讽陆黎的观众 普遍认为 陆黎不够光明正大 是个星级表 无论如何 陆黎赢得了第一场的比赛 黎明之意 第二个上场的是痕迹 一个老牌的职业 赛手 他的猎人 虽然算不上曙光最强 但是却是出了名的难缠 要不然 陆黎也不会用拖延战术 唯的就是用更好的状态 来迎战这个猎人 双方交战 陆黎再次处于弱势 首先是精力 他现在比之前打了一天的怪 还要累 一个十一手 就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 其次也就是职业了 猎人从某种意义上 是克制盗贼的 尤其是痕迹这种 拥有照明弹技能的猎人 而他的宠物 同样是一只感知力 极强的叶刃豹 叶刃豹是很常见的豹子 森林环境下 几乎到处都是 他的攻击力很差 远远比不上稀有的豹子同类 但是他却有一个让 部分猎人很喜欢的技能 前行 猎人投掷照明弹的时候 周身八马都是可是范围 任何前行进入这个范围都会失效 当然 这是针对敌对目标来说 而且这里的失效 也并不是说前行失效 而是前行能够被看穿 关键就在于这个看上 如果没有痕迹没有看到 就算照出了陆离也没用 陆离照样是前行着的 这时候 他就需要宠物帮忙 一人一宠 一个负责前方 一个负责后方 一旦发现了前行敌人 立刻就可以战斗 普通的宠物 也能发挥这样的作用 但是宠物毕竟不是玩家 没有玩家那么高的素质 容易留下破绽 真正的高手对付猎人的时候 惯常喜欢利用宠物视角 不完备的破绽发动突袭 如果这个宠物能前行的话 对手就看不到宠物的观察方向 自然就不敢轻举妄动 此时的陆离 就不太敢轻举妄动 他根本不知道 那个隐藏的豹子眼睛 朝哪个区域看的 所以他只能耐心地等待 啪 一波剑鱼撒在陆离不远处的地方 有些剑枝 差点就戳到他身上 这种群攻技能伤害不高 只是不需要冷却时间 猎人喜欢用这个技能来探路 痕迹一边判断陆离的方位 一边用这种方式 试图把陆离打出来 所以说 拖延战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用 有些职业 根本不让你有拖延的机会 毕竟赛台就这么大一点 十一少 或许拿陆离没办法 可痕迹这种有群伤的远程职业 就能轻而易举地压制他的生存空间 第795章 狂战士末日 擂台就那么批大点地方 痕迹运气好的话 随便射一箭 都有可能把陆离打出来 陆离也知道 他没办法再拖下去了 盗贼一旦被猎人揪出来 失去先手 结局一定不会太乐观 幸好赵明蛋有持续时间和冷却时间 这其中就造成了大约十秒的间隙 赵明蛋熄灭的那一刻 陆离扑向了痕迹 匕首直取 痕迹的后脑勺 同样一个人 截然相反的两种风格 之前和十一少对决的时候 陆离猥琐得像的老鼠 他的粉丝都没脸 替他加油鼓劲 而此时的陆离 却让人看到了盗贼的另外一面 犀利的角度 果决的禁机 毫不拖泥带水的一轮狂攻 痕迹的宠物 在第一时间扑向陆离撕咬 他的责任 就是保护他的主人 只是除了撕咬 他也做不出更多的事情了 这种普通的夜刃暴 根本就没有控制技能 痕迹也曾经想方设法地 想要弄一只既可以前行 又可以打出控制效果的极拼宠物 可惜一只未能如愿以偿 此时他只能无奈地交出了徽章 交了徽章之后的痕迹 第一时间拉开与盗贼之间的距离 陆离正要去追 脚下便突然升起一片 晶莹剔透的冰芒 顺着他的脚向上快速蔓延 大有把他冰封起来的架势 冰冻陷阱 没发现这家伙什么时候放置的陷阱啊 陆离必须承认他 有点小看痕迹了 任何一个能够在赛台上 生存下来的职业级玩家 都有些看家的本事 痕迹这一手陷阱玩的 果然不是一般的溜 释放早一点 陆离会发掘并且避开 晚一点不见得能够冰到人 不早不晚才正好 痕迹调整了一下位置 和冰冻中的陆离拉开距离 也让宠物也找到一个 最适合攻击的地点 然后打算一波把陆离带走 陆离当然不会任由他这么做 在他独挑技能的时候 激活了鞋子上的特效 瞬间来到了他的身后 痕迹眼看视线中的冰雕 炸开 里面的人影一闪失 他当机立断地 往地上就是一扑 翻滚了一下之后 跳起来 回身就是一箭 陆离没能追上去 因为他发现自己又踩到陷阱了 这一次是冰霜陷阱 虽然没有冰冻陷阱 那么大的冻结力 但是却 可以大幅度地减少一个人的速度 这种减速 让陆离飙升起来的速度 沉寂了下去 无奈 陆离只能急风不逃走 他看了一下自己的血量 这个回合他没有 赚到任何便宜 两个人都丢失了差不多30%的生命值 也有部分技能进入冷却时间 看到陆离再次消失 痕迹不急不慢地扔出了一颗照明弹 躲避照明弹的走位 属于入门级的东西 陆离当然不会犯这种错误 不过这也意味着 两人再次回到最开始的模式当中 痕迹用群攻技能压缩陆离的生存空间 而陆离则瞅准时机去削减痕迹的血量 这一场应该还是陆离会赢 但是他的血量估计也所剩无几 比赛结果进行了预测 他估算的没错 痕迹没能把陆离打下去 而陆离仅仅只剩下13%的血量 更加进一步验证了他的判断 接连击败两名高手 每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陆离玩游戏至今都没有这么累过 尤其是之前和十一少的一个小时纠缠 后面的痕迹也打了至少二三十分钟 黎明之意接下来上场的是梦回十三 他也不说什么客套话 比赛宣布开始的那一刻 立刻闪现出去外加一个冰霜星星 把刚刚进入前行还来不及走远的陆离给控制住 这一手是个玩家都看得懂 现场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其实如果是状态很好的时候 陆离不敢说没有法师能判断他的位置 至少也不像现在如此的轻易 我很少佩服什么人 但是今天却不得不对你说一个福字 梦回十三一边攻击一边说 既然佩服 那就别打了 你认输吧 陆离启动了戒指的特效 挡住了这一记寒冰剑 他的血量已经只剩下百十点 但他仍然奋力地攻击 能多攻击一下就多攻击一下 能用的保命技能都用了 他已是强弩之末 为了表示敬意 我会尽快把你送出去休息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个夹写食品 快要冷却完成了 梦回十三哈哈一笑 猛地以他为中心 爆发出一片火焰 凄净的陆离被烧了个阵阵 留下一声溃探败阵下去 虽然陆离败下去了 但是没有人嘲笑他 他已经干掉了两个对手 十一哨 痕迹 都是非常强力的那种 现阶段的曙光 没有任何一个人 敢说能够承受这两个人的车轮战 梦回十三的血量损失不多 但是明眼人 都看得出来他最后用的那一招 绝对不一般 表面上看去 有点类似术士的地狱烈焰 但是梦回十三 并没有像术士那样 自己也跟着掉血 而且威力也更大 显然是他某件极品装备上的特效 细想一下 黎明之意 也是被欺负惨了 梦回十三 看似胸有成竹 可他还是动用了这样的大招 围的就是 万无一失 陆离败下去之后 月光接他的班上场 今天真的好可惜 原以为能看到两个顶尖战士对决呢 没想到就这么错开了 傅泽姐说的纯白季节 遗憾地说道 水精灵 通过今天的比赛 你对狂战士这个职业 有什么看法 身色调如风神色复杂的问道 他也是玩战士出身 也打过比赛 几乎任何一款游戏里 战士都是最庞大的人群 没想到今天会看到 十一少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狂战士 像个傻子一样的 被活活摸死 我觉得狂战士不会受什么影响 只是局部的 应对会有些调整 水精灵一边专注地 看赛场上的比赛 一边回应 场上的比赛已经白赤化 战法 一物理一法系 一进战一远程 从职业角度来说 法师完全克制战士 尤其是孟回十三这种兵法 他和他的水宝宝 都可以使用冰霜猩猩 但是赛台上的情况 并不如玩家预料的那样 孟回十三居然被压着打了 此时的月光说句难听话 就像是复古之躯 不断地在孟回十三身边走位 一边走一边各种攻击 第796章 节节败退 或许因为月光面对不是盗贼 反正他这个狂战士 就是怎么看怎么犀利 于是观众席上那些 心丧弱死的狂战士 再次被打了击血 这才是狂战士好不好 高攻高防 强大的机动 强大的爆发 还有强大的走位 等到装笔如风上场 狂战士的暴力 就得到了更直截了当的体现 尤其是月光 还剩20%血不到的时候 他似乎进入一种狂暴的状态 一半血量的圣骑士 偶尔还能给自己奶两口 就这么被他一轮狂暴给干掉了 血红色的光芒 笼罩着这个狂战士 如同浴血归来的战士 他一身装备 形状上参差不齐 颜色也五花八门 和十一嫂那一套金甲相比 差距一个添一个的 如果说十一嫂是豪门大少 他就是街头要饭的 然而 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狂战士 黎明之意 最后上场 一位赛手顺顺当当地干掉了残血的月光 接着又被狂暴的肥猴子一波带走 至此结束了这场用试醉酒的擂台赛 擂台赛之后 可以休息半个小时 半小时之后进行团体赛 陆黎闭着眼睛坐着休息 表面上看去 神色安详 实际 仔细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 他眉头紧锁 显然被什么难题 拦住了 别担心了 尽力而为 就是 月光搭着他肩膀 安慰了一句 咱们分数领先呢 等下再赢了团体赛 什么黎明之意 还不是照样败在咱们手脸 肥猴子很中二很霸气 十一少那个骨头 你啃得动 陆黎真开眼睛问 让他去啃十一少 肥猴子脸都绿了 黎明之意这边的氛围 比陆黎他们要轻松得多 尽管他们 也没有预料到 擂台赛输得这么惨 可他们对接下来的团体赛 有自信 团体赛嘛 黎明之意恐怕要赢了 水精灵在一开场的时候 就下了结论 纯白季节 抓狂 我说大小节啊 你如果说裁决之剑赢定了 因为陆黎和你有一腿 大家还能理解 可你现在一口咬定 黎明之意赢定了 这是遗情别恋的节奏吗 在这里 给狂战士的爱好者一句话 坚持你所坚持的 不要被困难所吓到 身色掉如风战士出身 他已经理解水精灵 为什么这么说了 关键还是出在十一少身上 如果有人看到陆黎虐杀十一少 就觉得 十一少是个失败的试验品 那就大错特错了 杀治疗 尽可能的一轮 挤火掉他们的牧师 陆黎看着倒计时 声音低沉地说道 十一少最大的缺陷 是无法回血 但是如果有个治疗 给他加险呢 试想一下吧 一个连陆黎 都打不动的狂战士 后面跟着一个牧师 给他加险 这样的 组合简直无解 唯有杀死对方的治疗才行 换个角度去想 陆黎他们必须干掉 对面的治疗 才有活路 难道对面的人不知道吗 可想而知 他们的牧师 一定是保护最严密的对象 所以 原本被大家荡成笑柄 看得十一少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战斗一触即发 裁决之剑的矛头直指 黎明之意的韩笑半步颠 看架势 是铁钉要除之而后快了 呀哈哈 我可是全体之家典的牧师 你们想杀我 没那么容易 韩笑半步颠 早有心理准备 一边胡说八道 一边给自己套顿加血 陆黎一个偷袭 将他击晕 他立刻就用徽章 解除了晕眩 一点都没有犹豫 四秒的晕眩 已经足够开了 嗜血的裁决之剑小队 干到他这个薄皮小牧师 他要是犹豫着 是不是这么早 使用徽章的话 估计后面就没机会使用了 陆黎 月光 肥猴子 洛英回忆 四个人 在嗜血的加成下 什么都不管不顾的 揪住韩笑半步颠狂殴 韩笑半步颠开了减伤 偶尔还能腾出手 给自己奶一口 但他的血量 还是哗哗掉的飞快 眼看着就要跌入谷底 变成残血 一道金色的光芒 笼罩在他身上 袁护 经常看月光 使用这个技能的几个人 当然都知道这是什么 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终究还是发生了 有了 十一扫帮助他承受一次伤害 韩笑半步颠 终于缓过气来给自己加血 毕竟黎明之意也是五个人 他们不会眼睁睁地看着陆黎等人 欺负他们的滞留 十一扫交出袁护之后 一个冲锋冲到了陆黎他们身边 当即就是大旋风转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则是冰霜猩猩在陆里等人 脚下扑开 他们必须迅速离开 十一扫的攻击范围才行 自然再也无法保持 刚才这种程度的攻击 而月光则是同样一个 大旋风赢了上去 这下观众们满意了 他们不仅仅看到了 狂战士的对决 而且还是大招队 大招的泼洒 大旋风中心的狂战士 不会被控制 但是却能够受到伤害 这会儿 月光和十一扫的差距 就体现出来了 月光头上飘起的伤害数字 都是一两百的 而十一扫 居然只是一二十 有些甚至还是个位数 杀不掉黎明之意的牧师 又挡不住十一扫 这个人形坦克 裁决之剑 在团体赛节节败退 陆里不管其他人怎么混战 他就盯着韩笑半步颠不放 我去 你还真固执 你这样神出鬼没的 又杀不死我 是打算活活吓死我吗 韩笑半步颠冷笑 他当然不可能全部体质 加点 但是多多少少还是加了一些的 三月宇总血量刚过三千 他却有四千 而且装备也偏重自保 不要管我 杀掉他们的萨满 嗜血的冷却时间快要结束了 韩笑半步颠提醒他的队友们 只要不是群殴 他并不认为单平陆里一个人 在众目睽睽之下 有机会杀他 先集火萨满 梦回十三点点头 是时候结束战斗了 其实在团体赛一开始 他也有些忐忑 担心韩笑半步颠承受不住第一轮的攻击 事实证明他 显然是多虑了 有队友的支援 韩笑半步颠 有惊无险地渡过了难关 回忆 尽可能地拖一下时间 你们都去缠住一个 我来做掉他们的牧师 陆离在自家频道里 突如其来地来了一句 该不会是累得出了幻觉吧 他的队友们 要不是了解他甚深 估计一定都这么想 第797章 星机表 应该说 陆离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从一开始知道 十一少穿的是 阿扎达斯狂战士套装的时候 就开始布局了 他宁愿花费更多的时间 去磨十一少的生命值 也不愿意对他使用 哪怕一个卸甲 五星情况下 减掉一半的护甲 不管十一少的套装护甲 加成有多高 都将造成很大影响 可是陆离偏偏就不用 就好像 他一点都不重视这个技能一样 可是如果不重视的话 他又怎么会一到手 就把自己所剩无几的技能点 全部砸了上去 为的就是等更关键的时刻 比如 现在 团体赛一开始的时候 陆离也有机会 是用这个技能 击杀寒笑半步颠 但是他必须考虑 会不会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曙光不是陆离家开的 事情 不可能全部按照他的预想走 万一 黎明之意那边 有什么救场的大招呢 比如十一少的援护 或者其他的技能 所以他隐忍不用 静待机会 随后 他一直纠缠寒笑半步颠 可是又偏偏打不死 从而也就给黎明之意的人 造成一种负于顽抗的错觉 陆离本来就是一个 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人 所以并没有人觉得 有什么不妥 当黎明之意 决定激活萨满 洛英回忆的那一刻 陆离知道自己 等待许久的机会 终于来了 他不动声色地 藏够五个连击点 卸甲技能 随时随刻准备 贯穿韩笑半步颠 那脆弱的不甲 这种团队战中 说要激活某一个人 那绝对是一窝蜂兜上 韩笑半步颠 也跟着往那边靠拢 他必须保证自己的队友们 生命值在安全线上 这时候 他突然感觉 后心猛的一两 就知道潜伏在 他身边的陆里 又出来秀 存在感了 他心里对这个 所谓的曙光第一人 颇有些不以为然 明知道是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就不能看开点 大街上的不甲职业 随随便便 都可以让你 一套技能秒 可你也不看看 咱这血量这装备 作为一个赛场 生存相的牧师 岂是那么容易 被杀掉的 然后韩笑半步颠 就被晕住了 他知道陆里使用的手段 高完成度的影席 可以晕人 已经不是秘密了 但是一秒钟 能够做什么呢 就算韩笑半步颠 三五秒钟 都不给队友们加血 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而且防御超高的十一手 根本不需要他照看 等到韩笑半步颠后 之后觉得发现 这个影席的伤害 超出他的想象后 陆里的爆发 已经结束了 两下平砍 三技能 最后一个终结技 直接将韩笑半步颠秒杀 让他连呼救的话 都没来得及喊完 为什么会这样 不只是韩笑半步颠猛逼 他的队友们 也是一头的雾水 已经发生好几遍了 就算认他失为 也不过是半血而已 一旦脱离了 控制 韩笑半步颠 就能很快把自己拦满 但是这一次的结果 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 陆里居然 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 就把韩笑半步颠给 淡掉了 杀痕迹 回忆嗜血好了 立刻用 陆里可没愣住 他扑向了血量最少的痕迹 有牧尸在的情况下 百分之四十多的血 其实不算什么事 可一旦没有了牧尸 这点血量 又怎么经得住折腾 团体赛是五加一的模式 进场五人 还有一个在外面当备胎 一旦场上有人挂掉之后 备胎就可以独秒进场 这个独秒一般来说是十秒 不过 算上从黎明之意 七十点到战斗发生点的距离 还要有几秒用来赶路 所以陆里等人 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时机 这十几秒的时间内 黎明之意没有治疗 陆里喊痕迹的名字之后 月光就已经一个冲锋 将痕迹控制住 肥猴子的火球 不偏不斜地砸在他的脸上 而陆里也毫不吝啬地开了枷锁 杀掉牧师后 裁决之剑 这一场的局势 已经大为改观 不过要说高枕无忧还早了点 所以能杀一个少一个 陆里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 将胜利的口子彻底撕开 可怜的痕迹 又没招谁惹谁就因为血量少 最好杀就成了他的第一个目标 痕迹也是赛场老手 各种保命技能全丢出来 只要能拖到他们的第六人过来 他就有可能不用死 黎明之役的第六人是个萨满治疗 ID叫幸运级 水平还不错 只要及时地赶过来 他们依旧能够组成原本的黄金阵容 可惜陆里不会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一个缴械卸掉痕迹的掌弓 对着他就是一顿暴揍 猎人的很多技能 都是需要弓弩武器来实现的 这样几乎等同于法系被沉没 再加上队友 也确实没什么可以援助他的了 所以只能分范是 当然 黎明之役的人也没闲着 洛英回忆终于还是没能来得及 放出嗜血 他也挂了 此时的赛场上 人数恢复了平衡 两边都是四个人 可是别忘了 裁决之剑的第六人 还没有上场呢 为了对付黎明之役 这一次被安排成 团队赛替补的不是沐秋 而是猫猫爱吃肉 因为一旦三月雨被集火杀掉 就算是沐秋上场 也于事无补 反倒是多一个输出职业 才有可能在团队赛烈势中 找回一丝生机 黎明之役的萨满 幸运级及及时地感到 让裁决之剑再杀一人的希望 化为泡影 陆里只能放弃 正在攻击的孟回十三 因为他也成了被集火的对象 血量下了 大半 十一少 孟回十三 装 比如封三个正在打他一个 如果没有三月雨 及时地用徽章 解除了控制腾出手给他治疗 说不定还真有可能挂掉 猴子 你别冲上去了 我们稳一点 等猫猫过来 陆里喊住要冲的火法 众人开始抱团等员兵 四个对四个 还等员兵 无耻啊 这是台上台下众人的最直观感受 然而黎明之意 也确实拿这个刺猬没办法 但是他们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主动攻击 不然等猫猫爱吃肉过来 他们更没有机会 而猫猫爱吃肉的到来 彻底决定了这场比赛的结果 裁决之剑 已满分拿到了比赛的胜利 黎明之意只得到了两个积分 这是他们本届比赛 一来最惨淡的成绩 更让他们心里难受的是 原本自信满满的战术 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话虽如此 可十一少黄金战神的名头还是被喊出来了 第798章 禁军新萨罗 十一少在个人赛被陆黎活活摸死 虽说说了 可也虽败犹容 能够让陆黎这种人一点点磨的 整个曙光也没几个人 更何况换成其他人 陆死水手尚未可知 至于团体赛就更不用说了 十一少将狂战士的风资发挥得淋漓尽致 什么职业最热血 狂战士 裁决之剑对战黎明之意 这确实是第一届职业联赛开始以来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即便是加上之后的 恐怕也少有能够超越这一场 有人说 比赛打的是技术 可这一场比赛 就不仅仅是技术了 用解说原深色 掉如风的话来说 陆黎靠的是谋略 十一少靠的是气势 而这两个工会在技术层面 已经无可挑剔 观众们喜欢热血地看到了 狂战士 喜欢多动脑筋地看到了陆黎的谋略 而喜欢看美女的 颜知控们 没有谁会认为水精灵不漂亮 打完了比赛 工会频道都是欢呼的声音 击败黎明之意 这个荣誉 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尤其是这些天 依旧在和江南贵族那批人纠缠的 PTA狂们 他们迫切地希望下次比赛 裁决之剑 能够对上江南贵族 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当陆黎提出去组团去新特兰的时候 工会里 无数人在响应 这就是士气 看不见摸不着 却又实实在在的存在 就凭着这股士气 就没有人敢挡在他们前面 所以 听说裁决之剑的人 又一次全都去了新特兰之后 被陆黎用巨魔试炼塔坑害的 仍旧心有余悸的各大工会 这次全都装作没看见 爱咋咋地 随你折腾去吧 这一次陆黎没有去试炼塔 距离上次还没到刷新时间 他的目标是进军新萨罗 这个挟支巨魔的伟大城市 不得不说 新萨罗毫无疑问 是目前艾泽拉斯大陆里 存在最完善的一个巨魔居住地 而沙地巨魔即居住在卓尔法莱克 与哈卡莱士族 居住在卓尔格拉布 在建筑与人数都无法与这里相比 他们嗜血残忍 但是又绝对的服从命令 真真正正是吃苦耐劳的典范任务 早在大灾变发生的很久很久以前 森林巨魔统治着如今 洛丹伦大陆的所有区域 他们的帝国名叫阿曼尼 阿曼尼帝国和古拉巴士帝国 都曾与无情的亚基虫类爆发过大战 他们最后击败了重族 自身也受到了巨大的损伤 实力十不存一 高等精灵第一次登陆洛丹伦大陆后 用他们的魔法驱逐了北部区域的巨魔 并在那里建立了魔法王国奎尔萨拉斯 森林巨魔决心打垮这些精灵入侵者 颠覆整个奎尔萨拉斯 为了实施这一系列报复行动 他们集结在了史上最值得尊敬的森林巨魔 祖尔金的手下 并在第二次大战中与部罗未盟 一部分森林巨魔与他们的兽人盟友 一起前往了战场 这其中就有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在战后 劫后余生 损失了大部分部下的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为部落没有兑现诺言而感到愤怒 并毫不犹豫地抛弃了祖尔金和兽人 也宣布退出旧部落 即便是后来新部落兴起 他们都保持着敌意 刚进入这片领地 就能看到巨魔的身影 邪之巨魔的皮肤大多是绿色的 和他们的居住环境有关 也有部分原因在于 森林巨魔的身体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承载植物的生长 他们出生后不久 皮肤就会不可避免地 被一层薄胎癣所覆盖 并赋予了他们绿色皮肤 这一显著特征 真实性有待考据 毕竟没有谁去研究 这里的邪之巨魔大概有6万多名 名额出现缺损后 每60秒钟刷新一只 理论上来说 只要是在这个城市的土地上 巨魔就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今天路里偏偏要杀 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其实他原本的目标 只是拯救祖尔祭坛上面 被捆住的一个恶齿 巨魔长老 他也不想这么麻烦 问题是 只要去救恶齿 巨魔长老 立刻就会惊动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他会直接传送过去 也曾经 或者说 将来会有人利用解救 恶齿长老 就能把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引过去的 Bug 试图把他 引到城市外面的 祖尔祭坛上击杀 然而 当他们费尽九牛二虎 把邪恶女祭司海克斯的 血量打到20%的时候 这家伙居然传送回去了 之前的一切努力 都成为枉费 在辛萨罗打Boss就不一样了 Boss就算死也 不会离开他 最后的领地 他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攻打一个城市 这样一来 个人的能量就太苍白了 就算有一个百人团也没用 这里 毕竟是一个巨魔城市 怪物刷新又快 这也是路里 把这件事拖到现在才 行动的原因 要不是他和巨魔长老 他甚至会等大家都到45级再行动 现在裁决之间的成员 大部分都在4143之间 只有路里等级45 遥遥领先 我们派出去的人 现在都回来了 这里普通怪不超过45级 每一个小队 有一个45级精英 就是地形有些复杂 Boss在城池最中心 我们的人没能探索到 最里面 该引的左手 有些惭愧 他主动请鹰 去探查这个城市的地形 这个城市里的火柱 每一个都拥有 照出前行单位的能力 你们靠近不了Boss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路里不是很在意 老大 你怎么不早说 该引的左手 差点就哭了 我们盗贼团有的 弟兄明明 前行好好的 突然就被发现了 还损失了两个呢 既然一开始就有好几个 都中招了 你们就没研究下 为什么 路里对此不敢苟同 他一副你自己蠢 还怪我罗的表情 啊 下次会注意的 该引的左手好然 也明白自己 作为一个领导者 犯了不该犯的错误 裁决之剑 已经学着其他大工会那样 按照职业分成了各种小团体 分别任命了一个团长 平时负责工会里的人手调配 解决大家的疑难杂症 裁决之剑 盗贼很多 其中也不乏高手 该引的左手 能够出任盗贼团团长 可见平时的能力和人员 虽然有不少人 痛斥他和路里私下里 进行了不为人知的肮脏交易 然而 他现在还分不清 一个出色的玩家 和一个出色的领导者 有什么不同 玩家考虑的 是只要没发生意外 其他都可以无视 费心费力 完全没必要 而领导者就必须知道个所以然 以防其他人继续中招 第799章 头骨 开始进攻吧 大家以食人团为小单位 不要面对太多的管 这里刷新的有点快 陆离通知一声 命令 就一层层地传递下去了 一个个小队 开进了新萨罗 这座巨大的城市 依山而建 层次分明 从上到下 一共有六层 祭司 战士 居民 分住其间 高山上的流水与瀑布 穿插在城市中 如果不是遍地杀风景的尸骸 这真可以说 是个美不胜收的地方 最顶层是巨魔们祭祀的祭坛 女祭司海克斯 在这里控制着城市 并率领 邪之巨魔与部落 以及蛮锤矮人 对抗 外地入侵 巨魔的城市 四处响起了阵阵铜锣声 这意味着 城市的某一个方向 遭到了攻击 如果是单人 或者小队玩家 无意中闯入 触动报警了的话 立刻就会被 蜂拥而至的 邪之巨魔杀死 所以这一类城市 不会轻易被攻破 玩家更没有可能占领 因为怪物会不断地刷新 陆里也跟随着大部队 进入星萨罗城中 它周围是识人固定团 这样打大boss活动 很少有人缺席 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是五十级的怪 根据见过他的人描述 这位主 那叫一个变态 会把你变变变 变成各种小动物 他还会无限制地给你上通 一种简易状态 打过这个野外 boss脑筋的人 全都眼气息鼓 刚刚杀掉一波门口 小怪冲进石室 陆里的眼睛 顿时就是一亮 他走的一处墙壁下 背着墙上挂着的 几个风干头颅骨 使用了石曲 采集和石曲 都可以把玩家 可以带走的东西 拿到手里 有些系统不让动的就是 无法采集 无法失去 绝大部分巨魔 似乎仍在奉行 吃人的习俗 某几个特定的巨魔部族 已经被认定是 石人足了 其中就包括 烂台巨魔和鞋织巨魔 辛萨罗 是鞋织巨魔的地盘 他们当然会使 肉吃掉之后 骨头往外一扔 所以这个城市的角落 到处都是腐朽的骨头 连一部分建筑的装饰 都沿用了类似的风格 但是头颅 他们一般是不会随便扔的 而是挂在屋子里 当作战利品欣赏 据说 越是死前兽的折磨越重 这样得到的头颅 就越有灵性 在巨魔之间的交易当中 好的头颅 卖得比活人 还要贵 鲁黎刚才识取了一下 系统提示 他获得了三个 充满怨念的头颅 他上辈子跟着一个野团 打过邪恶女祭司海克斯 那时候的海克斯 已经没那么热门了 所以也就没什么 人和他们抢 他们的攻略很简单 就是用这些充满 怨念的头颅 去砸BOSS BOSS被击中后 有一定概率 随机获得一个负面状态 这些被邪之巨魔杀掉的人 充满了怨念 他们临死之前 也不忘诅咒 残忍的柜子手 当这股力量 被释放出来之后 威力确实不可小觑 50级是曙光很重要的 一道分水岭 尤其是在BOSS方面 49和50只差一个 级别但实力 却是天翻地覆 就算陆离的团队 能够同时对付 三个45级的BOSS 他也不愿意去面对 一个单独的50级BOSS 即便那个BOSS再怎么 若姬也一样 除非有攻略 有了充满怨念的头颅 这个攻略 虽说不能十拿九稳 可是凭着裁决之剑 工会的实力 想要杀掉邪恶女祭司 海克斯就容易多了 陆离很快就通知下去 让大家尽可能地 收集这种头骨 至于将来 会不会走漏消息 这个陆离真的不在乎 他不会因为担心 走漏消息 而放弃这个BOSS 他要的是首杀 况且 就算他不说出来 早晚也会有人发现 不然的话 前世的这个攻略 从何而来 充满怨念的头颅 分布极广 大部分的居室里都有 所以大家很快 问他也不说 队伍一点点地 朝城市的内部推进 如果有人能够 从天上俯瞰大地 就会现在刚刚 被清理干净的 外层很快 再次被怪物充斥 裁决之剑的人 被包围了 但是他们不在乎 而是忠诚地 按照陆离的吩咐 数万人脚踏实地地 往里面推进 除了留下一个个 鞋肢 巨魔的尸体 还带走了所有 可以带走的 充满怨念的头颅 当然 还有大量的经验值 如果不担心 BOSS发威的话 这里倒是一个 炼击的风水宝地 前面 就是城市祭坛了 BOSS就待在上面 周围 都是48级的 巨魔精英 一共还有四个准BOSS 有个弟兄 刚才射了他们一箭 差点就被秒杀了 该引的 左手汇报盗贼们 探查的新情况 等大家都清理到这边再说吧 陆离深处高地 能够看到 其他方向的战线 在斜肢巨魔的 负于顽抗之下 胶着 不过 也仅仅只是 负于顽抗吧了 不用多久 都能把战线 推到祭坛下面 头骨有啥用 用来砸BOSS 根号三也不嫌脏 好奇地 把玩着一个 小巧玲珑的头骨 似乎很好奇 头骨有哪些组成 还真被你猜对了 都到这地儿了 陆离也没必要隐瞒下去 他之前担心 这些头骨的作用 走漏出去 会有工会 铤而走险过来 奋一杯羹 但是现在大部分的 头骨 都已经掌握在 他们的手上 想要等下一次刷新 至少是三天以后的事情了 他也很希望 其他窥伺的大工会 知道这个消息 你们没戏了 等三天以后再来吧 行啊 你 那这个BOSS 又是咱们的了 根号三一脸的兴奋 他正愁着 没什么大型团体活动呢 老师和江南贵族 PK也会乏味 不是 没想到陆离随手 就组织了这么一场 工程之战 这种工程罚债的热血活动 可不是你想做就做的 不然的话 任谁发个话 一起去涂了艾格瑞马 活捉萨尔 热血倒是热血 可是 后果铁定是一败涂地 工会不解散 就算不错了 而陆离今天这样的活动 显然是有把握的 没风险 对工会成员凝聚荣誉感 有巨大的作用 第八百章 大场面 充满怨念的头颅 所带来的效果 只能持续五秒钟 非同一类型的负面效果 可以叠加 最多叠加五种 只要有一个消失 就可以重新进行叠加 当然 大部分的头颅 都无法造成简易状态 这些无法造成 简易状态的头颅 扔到BOSS身上后 会显示无效 可以重新投掷 陆离选了五个人 专门砸BOSS 其他人把头颅 交易到他们手上 这样不会造成 太明显的资源浪费 而且 这五个人都是 高防高血的职业 又有专门的治疗骑士 看着他们的血 正常情况下 他们都不会被BOSS秒杀 一旦死了 也会有德鲁伊 第一时间 把他们战斧起来 充满怨念的头颅 是打BOSS关键 陆离不允许他们出意外 四个面都必须 留大量的人手 阻挡小怪上来 尤其是会插图腾的小怪 怪要第一时间杀掉 插出来的图腾 也必须第一时间打掉 猎人团 你们抽出来八个人 专门负责 每一面的图腾 如果图腾出现问题 你们商量着 怎么扣积分吧 陆离毫不客气地说道 这是野外 死了 就会调集 所以团面是任何工会 都无法承受的损失 在过去的岁月里 奥格瑞姆毁灭之锤 征召了一部分森林巨魔 作为部落的一分子 他开出的条件是 部落可以帮助森林巨魔 击败高等精灵 并协助他们重建 阿曼尼帝国 森林巨魔的首领 祖精一开始拒绝了 这个诱人的条件 作为一名 阿曼尼部族著名的英雄 他曾完成了一项 令人惊讶的工作 将所有森林巨魔 联合起来 并将他们置于 自己的领导之下 森林巨魔的主要兴趣 虽然还是对付高等精灵 但祖精本人 对部落的计划 一身为怀疑 不过不久之后 人类士兵 俘虏了一只祖精 手下的战斗团体 部落就出了 这些巨魔以后 祖精随即改变了主意 同意成为部落的盟军了 一部分丛林巨魔部族 与他们的新盟友 一起前往了战场 当然 奥格瑞姆毁灭之锤 并没有兑现他的诺言 不过森林巨魔 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 或许就在这个期间 一部分森林巨魔 接受了兽人萨满的教义 获得了这种能量的使用方式 于是开始出现了 巨魔萨满这个职业 新萨罗的这些邪之巨魔 是当年参战的主力军 他们中间拥有数量庞大的萨满 这些萨满 不仅会使用兽人萨满 常用的图腾 他们还自创了一部分 诡异的图腾法术 比如 能够让人变成小动物的 变形图腾 晕血 缠绕 恐惧等各种负面图腾 在新萨罗打怪 不先杀掉萨满 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而第一时间 把萨满杀掉以后 小怪们就不足为惧 活脱脱的 全都是人形经验值 首当其冲的 四个准boss级的巨魔长老 如果 只有一个小队的话 这四个准boss 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前 因为他们的仇恨 是链接在一起的 只要嘲讽其中一只 另外三只 都会带领着周围的 精英冲下来 仔细算一算 几百只怪 总是有的 听我口令 开始拉怪 四个方向 必须同一时间拉 其他 MT 注意拉小怪 眼力活泛一点 也有小怪 去攻击后面的 队友 陆离看大家准备好了 发出了开战的号令 祭坛方形祭坛 四个乖巧处的铜锣 被敲得震天响 邪恶祭司海克斯 举起法杖 低沉的咒语 开始笼罩这个城市 城市里 那些刚刚刷新 出来的巨魔小怪 如同打了鸡血一般的 狂暴起来 他们踩着整齐的步伐 如同远古时期 出征的巨魔斗士一般 向入侵者逼去 裁决之剑 在祭坛的四个方向 陈列了数千的兵力 来阻挡这些小怪 他们每百人一个小队 打一会之后 就退下去 休整 休整好了 再补上来 普通玩家的素质 没这么好 可大工会不一样 首先 他们是一个利益集体 精英团 有固定的薪水 还有额外的奖励 普通工会成员 也可以通过做工会任务 参加工会活动 获得收入 其次他们 有层次科学的指挥 五人小队 十人小队 百人队伍 千人队伍 命令很快准确地 下发的每个人 最后就是氛围了 当所有的人 都跟着命令在行动 你一个人 也会不由自主地 被带着一起行动 特立独行的人 可是会受到惩罚的 而真正的精英 则在祭坛下方的 四个面对抗准BOSS 四个方向同时拉拐 东面和南面的两个 MT慢了一拍 造成了点乱子 不过幸好两个 MT及时地对BOSS 捕了仇恨 算是有小乱 而无大险 毕竟是攻打一个 怪物控制的城市 接下来的环节 也不是一点难度都没有 最主要的是 其他MT 能不能及时地 帮助四个主题分担伤害 百多个小怪 一旦一起攻击某个人 再牛掰 也得歇菜 所以陆离海 特意安排了四个附体 一旦主题出事 附体立刻抢过来 仇恨 这种大型混战 才真正考验指挥能力 命令要有调理性 不然几经周折 传到下面就走了样 遇见突然事件 更要冷静处理 不能光靠吼骂 指挥 越是骂得很下面的 普通成员 就越是紧张 那根本不需要打了 自乱阵脚 北方的猎人 你们的图腾 怎么没打 猎人死了 其他猎人 不能帮着打下吗 那边的猎人 统统扣一分 这下子 果然四个方向 都再也没有图腾遗漏 杀鸡仇 一分 虽然兑换不了多少钱 可面子尚不好看 尤其是被他们 尊敬的陆离 亲自扣分 在这个过程中 指挥官还要注意 祭坛上 邪恶祭司海克斯法杖上 喷出来的是什么颜色 最开始的红色 是给辛萨罗的小怪 以狂暴特效 然后变成金色的话 就是暴击 与小怪正面接触的人 这时候 最好开减伤 变成蓝色的话 是防御 小怪护甲超高 最后变成黑色的话 小怪就获得了 诅咒目标的能力 指挥官 只要提醒一下大家 大部分的工会成员 都应该知道 怎么应对 花了几分钟的时间 四个不足五世级的准boss 就在大家的围攻下 隐壳中 事实上 他们血量都超过了十万 如果不是裁决之鉴 参战的人数太多 还真没有这么轻易地解决他们